我是团长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 主力吸筹的特征 和一些吸筹的方法 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讲主力的仓位估算 如何通过筹码分布呢 来去判断主力的仓位 首先呢 主力的仓位呢 是这个市场中的最大的秘密 你知道这个秘密呢 对散户来说呢 就像知道了埋金子的地方 甚至无异于呢 在阿里巴巴的这个宝库门 结合了一身芝麻开门 探知主力仓位的原理呢 在现实情况中呢 一般是很难探知这个秘密的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是怎么去测算的呢 我们呢 首先要换个思路 既然捕捉庄家是很困难的 测算主力仓位也是很困难 那么不妨采用一个否定的方法 我们不再问庄家 我们问散户 这是股票你们拥有了多少 这个市场上对啊 除了主力 那就是散户投资者 如果筹码不在散户手里 那么一定在主力手里 反之以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相反的方向呢 去做一些判断 当然 也有些人不通过筹码分布 通过龙虎榜 通过季报的F10 去看股东的变化 或者看股东人数的变化等等 有很多方法去探寻主力的这个仓位啊 这个进出情况 那我们来先谈一个用筹码分布 来测算主力仓位的叫下仪法 它是一个参考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获利 15%以上依然不卖的筹码 是阻力的筹码 我们左右的移动K线图上的光标呢 把它指向你所关系的那一根K线 在上下移动光标 光标自近期最高价 下仪两个半跌停板 然后再从筹码分布的窗口中呢 读出光标下方的这个筹码数量 这个筹码数量呢 就是阻力的持仓量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 下仪法测量阻力仓位呢 光不要要从近期最高价格向下移动 但是下仪法也有缺点的 如果股价不实现相当突破 我们就无法采用下仪法测量 有时期是那些低位横盘的个股 阻力筹码和散物筹码混在一起 用向下 以两个跌停板 这个跌停板的方法 就是看不见任何筹码 因此下仪法 主要适用于呢 正在强劲上扬拉伸期的个股 那么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去结合筹码分布图去判断 那再一个就是横盘法测量阻力仓位 它尤其是股票呢 在一个横盘箱体内呢 横盘两个月以上 这个时候呢 把K线图的光标呢 对转横盘箱体的下野 然后再从筹码分布的窗口上呢 堵出光标之下的筹码量 那么这个筹码量呢 就是阻力的持仓量 这方法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本集课呢 我们就讲了这两种呢 通过筹码分布图去判断 阻力这个仓位的情况 那我们团长刚刚也讲了 其实呢 这些方法呢 有局限性 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如果更直观 更有效的呢 也是通过这个 我们知道每半年 或者每一个月吧 一些公司呢 会公布这个股东人数 通过股东人数呢 我们看到股东人数不断下降 那么意味着筹码呢 在不断的集中 或者股东人数大幅增加 那么意味着呢 这个大量散户进来了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通过龙户吧 我们看到很多机构 连续的上榜 连续的买入 对吧 这个也能看到阻力在进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通过这个F10 看到前十大流通过股东 通过半年报季报 这种方法呢 我们一样呢 是可以去测量阻力的仓位 至少那些是更明面的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指标 去判断的阻力的这个仓位 那么技巧很多 大家都可以去 互相结合起来使用 好 本节课内容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节课呢 会讲 用筹码分布 来选股票 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见